嘩 好舒服啊 好像入了另一個小角度一樣 所以我看的質素 我覺得這裡太好吃 可以花多點時間 血拼完之後 其實我現在已經差不多沒有50%的血 每天早餐的路上 這裡的環境真的很舒服 每天下來吃早餐都覺得很醒意 覺得很不想走 有這個多士 可以燙生液 然後有這個Cereal 我每天都吃 因為它有很多食材 最後就是我每天都吃的沙拉 有新鮮的菜 還有蛋 Hello 大家好 我是Ruby 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清邁的Day 4 現在在乘車去一個市場 這是一個Weekend Market 告訴大家 因為來到清邁的話 其實最大的兩個市場 是開Weekend 而且是開早 可能7-8點已經開始了 他們很早收 他們收2點 所以你們就自己趕時間 因為Google Map上寫的 白收白其實不是真的 因為其中一個市場 是收8點 所以就寫白收白 但其實它大部分買衣服 吃東西那些都是收2點 所以大家就記得 一抹下時間 要在Weekend的2點之前去 知道嗎 那今天呢 其實除了行market之外 本身是一個比較刺激一點的活動 就是玩一個月爺車 但是因為呢 我就很不幸運 那我就離M 我今早才發現離M 然後呢 玩不到一些很激烈的運動 因為其實我現在都好像元氣大 但傷了一半 是很虛弱的 所以就免得玩這麼動的東西 就只是逛街 還有去做spa就算了 就不玩這個月爺車 那如果你們想知道更多 關於月爺車的東西的話 我就放在info box 就有連結的 那你就可以按進去看看 那裡還有激流玩 那我們呢 差不多時間就到了 這個叫Ginjai Market 就是Weekend Market 其實是來市中心很近的 其實清晚去哪裏 都是10至15分鐘 除非你真的去到玩成熟 這樣 現在還有一會就到了 嘩 斬眼睛就到了 那今天因為我太乾了 而且都想讓自己的樣子休息一下 所以就沒有化太多妝 只是塗了底 我隱形就不戴了 所以我戴眼鏡 要嘟你的頭 進來 嘩這個市場很大 這裡就叫Ginjai Market 你可以叫它Ginjai Market 但是它其實就叫Ginjai Market 很多這些文青呀 首創的東西 事不宜遲啦 立刻逛街 第一樣看到的是這個 山枝包仔 很可愛 好大鑊 進來第一間已經買到東西了 這裡很貼心 它會讓你租車 可以繼續去走 它寫著Ginjai Market Ginjai Market的車 走進來Market 裡面其實後面還有 海量那麼多的店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市集絕對是要來 因為所有東西都很高質 你看到藤袋全部是很實的 質量是非常實正的 當然你要考慮這件事 就是它帶回它的重量 以及你的多用途性 但它的質地是非常好的 這裡也真的挺漂亮的 我們繼續走去看看 你看看這裡 這邊也是超大戶外的攤檔 然後這邊就是室內的攤檔 看見這個規模 換句話說 大家真的可以七八點來 或者吃完早餐 九點十點就開始走 走到兩點 我覺得我看的質量 這裡很好吃 可以花多點時間 超好 今天太陽超好 超開心 這樣逛街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很漂亮 天氣好 天氣好真的很開心 人都特別誠實 你看看天氣多好 好開心啊 這裡是買藤袋的東西 我們先看看衣服 哇這些小屋好可愛 好可愛啊 B105 B105 真的沒有 好可愛啊 這些小衣服 好可愛啊 剛才他說 這裡全部都是人手做的 這個是用mango leaf來浸出來的 它全部都是人手做的 它就是麻質 不過我就想 如果大家在香港會很熱的 整個感覺是非常之Chill 還有Busker在這裡 除了衣服外呢 有陶瓷 還有也會有畫作的 後面這裡還有一個停 讓你們脫鞋在這裡休息 整件事好Chill 好舒服 有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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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入口 走完外面那一站之後 近這個艇旁邊 就有一堆的攤檔 然後呢 經過這個樹林 這條小路走進來 就會有另外一些事襲了 再望遠一點 那邊還有的 嘩好漂亮啊 天氣好 真的差很遠 很觀感 他們真的很懂得彈 現在兩點多 已經全部收工了 所以你們真的要 好早好早來 兩點多 下午於黃金時間 沒有人 真的好啊 不休做的感覺 真的好啊 就算外面那些都關掉 其實室內那些都有開的 那當然就是外面那些比較便宜一點 那室內你可以進來 吃一下 喝一下咖啡 還有買一些 souvenirs 其實都很漂亮的 那些 souvenirs 還比外面更漂亮 那些設計 但可能不吧 價錢要貴一點 790泊 是貴過外面 好啊 剛剛已經血拼完了 剛才在珍珍 Market那裡 就幫大家代購了一些東西 那我也覺得呢 這間挺值得代購的 就是一些布袋 那我自己都買了幾個 都真的覺得挺漂亮 那血拼完之後呢 其實我現在已經差不多沒有了50%的血了 因為呢 今天真的剛好撞正 不幸運 搞到我個人真的沒什麼氣力了 那我就在靈晚露1號呢 就找一間米芝蓮的餐廳呢 慢慢吃 慢慢坐下來 慢慢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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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間呢 就叫做Q-Kai-Ka Q-Kai-Ka 那它就是在門口上貼了很多張紙 拿了米芝蓮的 不同年份的米芝蓮的Stickers 那現在呢 我就點了兩樣東西 還有一杯暖水 其實我想過很不好拍 繼續拍片的 因為我都真的有點累 不過我又覺得難得來到這個 靈晚露1號這麼適合的地方 又吃一間適合的餐廳 又好像真的要拍 那樣 那所以就發速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一間餐廳呢 其實一進來呢 好像很歐綠 因為它又放了很多草的布置 有懸垂的草 還有各樓呢 有一個位置打卡都很漂亮 先吃了 那這就是椰子雞湯 因為我想倒一些暖暖的東西 現在下口 嗯 好棒 米芝蓮真的米芝蓮 我想說人大了 就是自己賺到錢 真的要疼自己多一點 那代購其實我一樣 我喜歡做的東西 還有我一直都很想做的東西 因為我喜歡這樣 去燒大家買東西 還有好像自己去建立一些東西 那長遠來說 其實我是想真的有自己品牌 因為我自己是肉肉女生 那其實呢 你也知道肉肉女生 是很難去找衣服穿 還有穿得漂亮的 那經常都會被人說大隻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坊間 那麼多衣服都好像兒童裝 總是穿上去 都是要不適合 要不就沒有你的尺寸 然後要不就跟你說 FREE SIZE 那大哥那個FREE SIZE 怎麼穿啊 骨架本身天生大的人 還有手臂這些位置 如果一路出來就搞不定 我自己也想創立一個 屬於自己的品牌 就是關於一些肉肉女生 穿上去的衣服 穿得漂亮 又有女人味 然後遮都要遮的東西 那就最好了 超重椰汁味 超足料 超多椰子雞 大家如果來零晚六一號 逛街的話 這間廚師 很容易找的 我會打一個餐廳地址 在info box 我們現在嘗嘗這個豬頸肉沙律 嗯 泰國的味 這個豬頸肉沙律 淡淡肉 超級多豬頸肉 專業為主 沒有那些什麼生菜 那些什麼賤底 超級多豬 超級多豬 其實我本來打算今天 真的給自己休息一下 始終呢 都來了泰國十天 明天是尾二那天 明天的行程 是我最期待的 今天呢 我訂了一個 清邁奶奶教煮菜 有一個半天還是全天的班 是教你煮泰國菜 由你買東西開始教你 我覺得很有趣 如果我試完之後 大家覺得好玩 就可以過來清邁玩 其實清邁給我的感覺是挺舒服的 一來它的天氣 是比較涼爽 沒有那麼焗 雖然都熱的了 但是沒有那麼焗 比起曼谷 然後它的行程沒有那麼繁忙 因為曼谷是 即是居水馬龍 是完全是要青蛙過河的十級挑戰版 還有那些車是比較patient 就是會讓你的這樣 我覺得清邁是慢活一點的 但慢活呢 又慢活的不好 例如它們的市場 最好行的兩個市場 其實是星期六天才開 三兩點就超級輕鬆的 所以就 慢活有慢活的好和不好 下一個行程 就是我本身已經訂了 就是KKD 訂了一個massage 為了要體驗不同的清邁曼谷的massage 給大家看下 如果你未看這個曼谷的massage 你就可以點擊之前的影片 然後就看回曼谷那邊的massage 的compare 譬如有湯之心 Less Relax 還有Healthland 上一集就說到 我試了一間叫做Farlana Spa 那是超級舒服 是exclusive的店 今次我們就試第二間 這間就叫做Oasis Oasis第一個感覺 就是好像宮廷感覺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他們的正門 還沒進去之前 就好像有一個皇宮 在這個城市裏面 突然間會有一個這麼舒服的地方 它就很exclusive 因為它這部白色的牆 就圍著一個長方形 然後一走進來 你會看到 旁邊其實就真的比較空曠 我覺得它有點行度假風 另外這裡後面就是做SPA的地方 一直走進來 這個就是Reception的位置 那你會看到的Feel 也有點像酒店度假的 那好吧 那我們現在呢 走過來這邊 這裡就是有另外一個厚花園 你看看 這裡的厚花園都相當之大的 那等一下它就說我會在前面這間屋子那裡 做一個exclusive的SPA 好了 那我那個Package就Ready了 Thank you Thank you 哇 好舒服啊 好像進了另一個小角度 這樣啊 好漂亮啊 這裡 這裡是度假feel 重點的 有自己一間房 它就以木系為主 還有這張床 這裡跟上日子那款是不同的 那外面呢 屋子外面呢 就是一個洗澡的地方 哇 好像露天一樣的 你就可以在這裡洗澡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是臨浴間了 在做SPA之前 因為我們做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這裡洗澡 洗乾淨了 就可以開始做SPA了 那現在呢 就要在酒店走過去了 那我這次住這間 叫做Melia 清邁Hotel 旁邊呢 就有個Night Bazaar Night Bazaar呢 就是每一天都會開的 一個食物的市集 但是呢 因為自己過去 吃了太危險了 那他們就很好 第一晚就跟我說 如果你過去的話 那就可以叫我們的職員 帶你過去啦 那所以現在就跟著位職員 你看看黑道 如果自己一個人在這裡 走過去也挺害怕 黑道完全看不到 對 所以我們的聲音導航 帶你去這個Night Bazaar 一會見 啊 看到油燈熱鬧的地方啦 可以找食啦 那這裡呢 有蓋這個位置 就是Night Bazaar 其中一個有蓋的market 是吃東西的 那就是有很多海鮮啦 有燒串燒啦 有很多Thai food啦 突然很想吃Patai 突然間 噢 原來他們喜歡炒海鮮 原來 木瓜沙拉 那邊有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來一場大雨 現在整地都濕了 欸 那邊有印度薄餅 嘩 正啊 有香蕉薄餅 那我不是應該淋酒之前吃過香蕉薄餅呢 嘩 是Pancake啊 我想我最後一天應該要吃一個 是不是啊 哈哈 耶 買了啦 狗來的炒雪糕 好像在香港也不知道在哪裡見過 剛剛就點了一個香蕉之餅 現在就點了這個 那我就要Chicken Patai 因為這裡所有材料和香料都是他們自己一製的 那呢 連醬汁也是我們自己調的 沒有買任何外套的東西 那所以呢 全都是超天然 和超自然的 在炒這個Patai 哇 這個就是我自己做的Patai啦 正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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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